demi 我在運動 我在煎蘿蔔糕 我正趕著上班 我要趕著去上課 這個時候 我們都在聽 夏治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萬 時事訪談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 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是2019年的5月6号星期一 志平今天带您探讨这个话题 你的皮夹里面哪一种外币是最多的呢 我们探讨的答案其实是 日元 可能是日元 日元就要改版了 我们看看日元改版有什么新闻可以告诉您呢 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很荣幸今天早上志平 再度为您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也是资深的媒体人福泽乔 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聊一聊最热门的话题 福泽乔你早 志平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的 谢谢 谢谢Joy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每回来聊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话题 今天在聊这个话题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统计 我有好几次我们在这个朋友们这个聚餐的时候 或是聚会的时候 我就会问说 你们大家身上的皮夹拿出来 打开你的皮夹 我要看你有哪一个国家的外币是放在你的皮夹里面 结果 结果 我来统计一下 这个最多的是两个国家 哪两个 一个叫泰币 泰国 对 泰币钱 每个人身上应该 泰铢 对 泰铢 每个人身上大概都有那么几百块的泰铢 另外一个呢 最多的就是日币 日元 对 就是日元 为什么啊 我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因为跟我们台湾人喜欢去这两个国家观光有关呢 我觉得这应该是 因为其实台湾人出国最常去的两个国家 往北就是往日本 往南就是往泰国 对 那像我的话就负责日本 是 志平的话就负责泰国 没有耶 我都是我的朋友们 这时候这四月份一到 我这个就脸书上都是 我去泼水节了 那个水墙好漂亮啊 喷得满身丝 志平这个节目台长不一定会张收听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偷偷去我们都知道 你脸书都贴了 没有啊 就真的没有去过泰国参加泼水节啊 那没有 新北市有 对 中和就有了嘛 现在还多了有泡泡的 是哦 对 哇 好闲师 没有 这个我们言归正传 所以今天我们要邀请福泽乔来节目中谈一谈日元 日元最近啊这个有了这个所谓的改款设计 对 这有什么好值得跟大家聊的呢 这当然很值得跟大家聊啊 因为万一你今天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拿到这张照片 那不是照片 这张钞票 你看照片上的人头不一样 你马上跑去警察局说 警察先生假钞 哦对耶 那警察先生不在那笑你说你这个 我没有没有follow到新闻 对 这个新闻非常重要的原因在 哦难怪难怪 这个志评的很多朋友啊 他会告诉志评说 哎 这一集一定要做 这个专题一定要了 请福泽乔来聊 因为他们手上的日币 可能立刻就要换人头了 对 而且非常重要 这个这个题目啊 嗯 也只有福泽乔来聊 才最括弹 哪里你知道为什么吗 why 因为一万元的那个人头 叫福泽义吉 哈哈哈哈 那不找福泽乔了钱 你看福泽乔吉要退位了耶 嗯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福泽乔好了 我不要了 我去休息了 哎 不要这样 没有 哎 好 这跟我们说一下 日币啊 很多 这个我们的听众当然很了解 因为他们身上日币最多嘛 日元最多 日元分成几种 纸钞的话分成几种 这个不同的这个币值 OK 嗯 制评这个问题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嗯 大家都会以为日元的纸钞啊 嗯 它大概只分成一万 是 五千 嗯 跟一千三种 对 其实是错的 那不是吗 我问你台币 台币有分几种 台币 那多了 最多的是两千不常见 再来是一千 对 五百 两百也不常见 对 还有再来是一百 对 所以至少纸钞就有五种 有五种对吧 对对对 日本也跟台湾一样 有两千块的 蛤 没听过了吧 没有 对 那两千块了 嗯 而且日本本土不太用 都只在沖河 就是冲绳子还有在用 耶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两千块的日元呢 是当时在日 日本在 就是十年前 办了一个 就是高峰会 就接了高峰会 然后办了这个高峰会之后呢 然后那时候的首相啊 就是那个小渊会三 他就说 那我们要 发行一个两千的日币 因为 那就是刚刚两千年 嗯 所以他发行一张 两千元的日币 嗯 而且这张日币呢 发行完之后 整个日本 就是跟我们台湾一样 嗯 两千块跟两百块 嗯 你会想用吗 两千块 很少用的感觉 是因为说 这个我拿出去 啊 别人是要找你一千多吗 嗯 对啊 两百块不也一样吗 对啊 那一样嘛 所以日本人 他们也觉得说 你没事发行一张 两千块的纸钞 嗯 然后 嗯 他本身又不是纪念钞票 因为他真的可以用 嗯 他就等于两张一千块 除了两千块之外 还有哪一种 我们不常见 就只有两千块 就只有两千块 而且这个两千块很有趣的 另外一点就是 是 日本的就是这四种纸钞啊 嗯 我们刚刚讲的一万块 五千块跟一千块啊 嗯 这四啊三种纸钞上面 其实都有人头 嗯 只有第四种的两千块啊 嗯 上面是没有人头的 嗯 那不然是什么 上面呢 其实就是手里门 嗯 就是冲绳的象征 手里门 它上面全部都是冲绳的 一个象征在上头 哦 那其实当时在做这张钞票 他们就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纪念高峰会 是 第二个其实是为纪念 两千年进入到 就是迁徙两千年的这个 为了要纪念 嗯 才发行的 嗯 那但是就是因为 它本身就是必须 它还是符合 所谓的钞票的流通法 嗯 所以但是呢 后来呢 冲绳就讲说 没关系 嗯 你们日 你们日本本土的不用 嗯 我们冲绳自己用 哦 所以全都留在冲绳 啊真的有人在用吗 呃 其实有 但是呢 就是我们来按比例啦 嗯 就是比例上的话 其实冲绳用的人 是比较多 嗯 远多于日本本土 那日本本土 现在其实很少 看到两千块的日币 好 那回到这个 常常用的这几种 这三种来啊 我们这样来看 原来的头像是谁 那新换的头像又是谁 我觉得还蛮好奇的 我们接下来请 我们的历史老师 福泽乔老师 来为我们解说一下 登上课了 哈哈哈哈 其实呢 日本的钞票呢 它从过去啊 过去其实 他们最刚开始的钞票 都是用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 对 就是日本的 就是创立整个日本国的 这样的一个 他们最伟大的一个天皇 嗯 叫圣德太子 后来慢慢的演变之后 一万块跟五千块 还有一千块 他慢慢的就会有一些 人像的一些更换 嗯 那这时候又分 战前跟战后 嗯 在战前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的政治家 是被放在上头的 比方说像 大家都会觉得 因为封平是两极化的 叫做伊藤伯文 嗯 伊藤伯文就曾经上到一万块的那个纸钞商 嗯 嗯 对 那后来呢 到了战争之后呢 其实日本人他们的头像就开始就觉得说 嗯 我们还是不要放政治人物 嗯 或者是军事的一些将领 嗯 对 因为如果 这就是为什么 像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嗯 嗯 嗯 好奇怪哦 日本人他们不是现在都用名字的那些人物 嗯 嗯 为什么版本龙马 嗯 一直都没有放上去 版本龙马 因为版本龙马其实相对有名啊 是 而且他也有留照片啊 嗯 那为什么没有用他呢 嗯 那其实这就是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日本他们这有一个原则 他们做这个头 主要是头像啊 一个很重要原则就是 不能用军事或者政治家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嗯 一万块 嗯 也就是跟我本家 嗯 福泽玉吉 嗯 他是占了很久 福泽玉吉何许人也 福泽玉吉 我想你们应该听过清英大学 是 清英大学的创始者 嗯 就是福泽玉吉 哦 对 嗯 所以那个福泽玉吉是一个在日本很有名的一个思想家 跟一个教育家 嗯 所以说福泽玉吉能够很久就是一直待在那个纸钞上 嗯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嗯 什么原因 因为呢 在其实五千块跟一千块的人头人像已经换了两三次 嗯 尤其最近换的一次呢 五千块换了就是那个 日本的一个就是女流的一个就是作家 嗯 对 那 同一一口他换了他之后呢 就问那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讲说 哎 我们纸钞上不能老是都是男的 嗯 男女平等嘛 是 所以他们就放放女生的一个头像在上面 哦 哦 所以那时候已经换了 那在换的同时呢 其实那时候他们就在想说 一万块要不要换了 嗯 对 那结果呢 顺便吧 对顺便换了 反正就是跟这次一样就顺便换了 嗯 但是那时候就是有两个人坚持不能换 啊 你猜是谁 谁 当时的就是首相 嗯 小泉纯一郎 啊 跟那个就是他们当时的财务大臣 嗯 叫做严谷十郎 为什么他们说no呢 因为他们两个都清英大学毕业的 哦 大家先回忆一下 我刚才讲 负责一集是谁 是清英大学的创始者 创办人 没错 那他们两个都是清英大学的学 出来的学生 嗯 那 你胆敢 当然要捍卫自己的这个老校长啊 是 对不对 对 哦 原来是这样 就像哪天你如果当总统的话 嗯 嗯 今天我们央台 央广的那个台长 是 如果到要超标上面去的话 你要也要坚持就是说 不行 是 不能换 是 了解了解 我坚定的记住福德桥给我们的祝福 是 你这个 各位听众 今天志平非常荣幸再度为您邀请到志平的好朋友 也是专栏作家 同时也是资深的媒体人福泽桥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聊一聊 日本啊 他们重新设计他们的钞票里面的这些头像 当然了 呃 有不同的考量 我们就请福泽桥来为我们来解说一下啊 刚刚我们聊到日本的这个呃纸钞上面万元的啊 这个目前要要改了 从前是福泽预计 对 他是庆英大学的这个创办人 那现在改成谁呢 其实他现在换的这个人叫色泽荣医 哦 那那个色呢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说那个非常热闹那个色谷的那个色 是是 青色像志平一般青色的那个色 呃 这个这段可以剪掉吗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开玩笑 对 色泽荣医呢 他其实他是一个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的社会资本支付 哦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第一个把当时近代啊 从荷兰引进的公司制度 嗯 就是他们现在你大家可以说什么诸事会社啊 嗯嗯嗯 就是色泽他所创立的 哦 了解 对 资本主义之父 他是资本主义之父 那所以呢 他创立了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嗯 当中有一间公司呢 嗯 其实是非常有名的 叫做第一银行 哦 第一银行 对 他们叫做第一 帝国第一银行 嗯嗯嗯 那第一银行呢 后来其实大家现在看到有一间叫做瑞税银行 嗯嗯嗯 那其实就是第一银行 就是瑞税银行的前身 哦 对 那那时候因为明治时代 其实日本的整个就是应该怎么讲 他们整个就是社会底层的经济力大爆发 嗯嗯 军事力大爆发 嗯嗯嗯 所以就是他们开始往外去扩张 嗯 当时就OK 他跟蜻蜓打仗 所以台湾就病了他那边来了 嗯嗯 那一样的 他其实呢 他们也向韩国那边进攻 就是朝鲜半岛那边进攻 嗯嗯 那他们进攻之后呢 他们就先在朝鲜半岛 嗯 色泽荣一呢就去了朝鲜半岛就是做了第一银行 嗯 对 他做第一银行之后 所以色泽荣一呢 其实他也是韩国纸钞的第一 就是第一张纸钞的头像 哦 哦 那韩国人知道不气死啊 气死啊 嗯 但气死没办法 这个 因为历史你没办法再重转啊 你找小叮当小叮当还日本人啊 韩国部分我们等一下来聊 我们先回到这个 对啊 你们还没有讲完这个 刚刚是一万元的日币 对 好 这我很多了 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没有没有 就是我们去玩的时候 用一万元日币 其实最好 最好玩啊 对 就就拿出来的话 就就比较好找嘛 是是是 再来看五千元日币 你刚刚说有女性 对 对不对 对 五千元的日币原来 呃 我记得吧 原来叫做通口一夜 通口一夜 对 然后现在换成谁了 现在换成金田梅子 金田梅子何许人也 金田梅子 他本身是金田俗大学的常办人 嗯 对 那其实金田梅子这件事情 嗯 其实跟那个通口一夜 其实是有关系的 哦 为什么是有关系呢 因为当时我们回到当时 就是五千块 我们就是他在讲说 哎 我必须男女平等 嗯 我们需要找一些 女流的这一些 等于说 算是文化人 嗯 或者是 这一些包括教育家过来的时候 嗯 但是财政部啊 嗯 他们在做这个 钞票印刷的这个单位啊 嗯哼 就他们就想说 不行啦 嗯 为什么 你不可以找女的 蛤 这么杀文啊 这不是杀文 杀猪嘛 哈哈 这跟杀猪真的没关系 啊不然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他就讲 嗯 他就讲说 因为好 因为我们纸钞上面 嗯 我们必须要防卫 嗯哼 对像制屏就很适合在纸钞上面 为什么 因为你脸上皱纹多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不开玩笑 哈哈哈哈 皱纹越多 嗯 越容易防卫 因为什么 因为那皱纹其实很难法 哦 好 那因为呢 这些女生呢 他们的就是皮肤光滑 嗯嗯嗯 又没有胡子 嗯哼 在印刷这个防卫技术上面啊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怎么办 你 你又要用女生的头像 对 他们又没有胡子 好不好 对 那怎么办 那头发吗 所以头发要多啊 哦对 对 如果你今天要找一个 就是又剃光头的 哈哈 那就真的 你说横竖吗 哈哈哈哈 那他就没有办法 他就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把他排照所谓的 第一顺位里头 哦 所以你仔细看 不管是通口一页也好 或者我们现在新的这一位 叫做 金田梅子也好 嗯哼 其实都是一样 嗯哼 他们就是头发 他其实发型跟发技 嗯哼 他其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嗯哼 对那这就是五千块 现在那个金田梅子最主要的原因 好 看完了五千块 我们来看一千块 对 一千块最常被使用 是吗 一千块当然最常被使用啊 有 对啊 我以为一万块才被常去使用 哦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是有钱人 我就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没有开玩笑 开玩笑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你有那么多一千 一万块 为什么 因为呢很多人去银行 有没有 换一万块 那因为你小气嘛 嗯 他不愿意花嘛 然后就换了之后 就摆 摆口袋摆安心嘛 放到谁口啦 对啊 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 一千块的人物是从谁换成了谁 一千块的人物呢 是从野口音士 换到了那个 就是北里财三郎 嗯 对 那为什么换成这两个人呢 其实这两个人 其实都是在当 当时很重要的科学家 哦 野口音士他本身就已经研究过 他包括研究生物学啊 这些 然后重点是野口音士 他本身的出生地是在辅导 嗯 然后呢 现在这个就是北里财三郎呢 他其实是日本破伤风的 引进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嗯 那他本身是熊本县出生的 哦 对 那然后这两个人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嗯 最近熊本不是地震啊 震兴 嗯 所以熊本人看到了北里财三郎 财三郎 他能够去当到这个 就是一千块的钞票啊 真的是欢声雷动 哦 对 然后呢 因为他的那个纪念馆 我那时候在就是熊本地震之后啊 我也去过一两次 其实蛮漂亮的 然后他的老师你猜是谁 谁 夏木树石 哦 是是是 建筑家 建筑家 然后包括把等于说从如何去学英文啊 这些东西去把这些东西去把带出来 嗯 所以他们每个人其实有一些关系的 了解 嗯 好 这个原来这些个能够跃上日本的纸钞 成为这个纸钞上面的人物的这些呃英雄们啊 各自有各自的背景 对啊 这个至少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面 其实是能够独当一面的 是 这些就是日本人 他们考量把这个纸钞的这个呃人物 呃换掉的一些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可能是有这个历史地位 对 学术地位 对啊 这个呃这个各种研究科学研究 对啊 都是有这样的意味 所以跟政治都扯不上关系吗 其实最好是不能跟政治扯上关系 因为毕竟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啊 不管你是左派右派 嗯 不管你是支持谁 嗯 你就是说因为在尤其是钞票 今天老实讲 你口袋里面钞票放一个 你不喜欢的人的话 嗯 那好像感觉不是很好 对啊 难怪有些人一直要换掉某个那个头像 这是你讲我都没讲哦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我是觉得呃 既然这个大家有所不同的意见 其实就说出来嘛 然后呃就 民主国家嘛 民主程序 我们就表决就好啦 对 然后我觉得日本人他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式 其实我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他把政治政治跟军事这个会比较争议性的这些人物啊 嗯 先拉开 是 他去找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 嗯 这一群人 而且他的成就普遍被肯定的 嗯 这一群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嗯 嗯 对 但是你刚才一直忽略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什么关键 提醒我 这些人要当候选就是钞票上的候选人 嗯 用候选人两三个字来讲的话 是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呃重点 呃我猜猜看 你猜猜看 长得 跟你的习惯有关 长得好看 哈哈 这个这个完全就跟你没完全搭不上鞭 呵呵呵呵 我一定要挖洞给自己跳 就是 呃这个 我真的猜不出来 真的 原谅我 你赶快告诉我答案 你不是很喜欢自拍吗 啊 啊 他必须要留下清楚的照片 哦 对 因为呢 刚才我们不再讲说 其实这东西还是跟防卫是有关系 是 嗯 对 因为如果他没有清楚的照片留下来的话 嗯 嗯 那 这个问题就会出现 嗯 一个很严重的 就是说 比方说 我用手画的啦 嗯 嗯 那 其实你只要是用手画 你就很容易去等于说造假 对 但是你如果有留下清晰的照片的话 嗯 反而在就是防伪加工技术上面 反而是比较能够有帮助的 各位 夏字评将来成为纸钞上面的人物 已经至少有了第一个条件 成立了 你有两个条件成立啊 哪两个 一个就是我常常自拍 对 对 另外一个呢 你脸上皱纹多啊 哈哈哈哈 你还要再提一次 哈哈哈哈 你可以防卫好不好 至少我有这点功能是不是 是 尤其是皱在一起的时候跟包子一样 哈哈哈哈 讲到这个 好 那我们只好去打玻尿酸 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那这个好 就刚刚我们的节目进行的时候 我们曾经提到韩国 对 韩国的纸钞上面有日本人 对 我猜想啦 这韩国人大概不会觉得很很 大概觉得很各样吧 超级 他们觉得超级超级各样 对啊 对 然后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人总是很自豪的 会对别人说 啊 那个 孔子啊 是我们韩国人 对 啊 那个孙悟空啊 是我们韩国人 不管什么都是他们韩国人 可是怎么能忍受韩国的纸钞上面是日本人 对 你看哦 你看 当韩国人在讲说孔子是他们的 嗯 端午节是 哎 接下来端午节了 是 端午节是他们的 嗯哼 对 但是只要一个日本人跟他们讲 哎 你们第一张纸钞 嗯 是我们日本人的 嗯 嗯 然后他就当场就觉得 他连反驳都没办法反驳 因为这是事实 因为这张钞票其实就放在了那个日本中央银行的博物馆里头了 哦 对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 嗯 刚才不是讲说一万块的这一个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头像是用色泽荣衣吗 嗯哼 那色泽荣衣呢 他本身其实过去他因为他一直就是一个算是金融家 嗯 所以他在战争之前就二次大战之前明治维新之后 这一段时间呢 他就到了韩国 他也去设了第一银行的分行 嗯 那他设了第一银行的分行之后 嗯 那那当时其实韩国因为还在李氏朝鲜的那个时代 是 对 那李氏朝鲜那个时代呢 其实他们也没有发行所谓的现代化的址币 嗯 那色泽荣衣他就讲了 他想说嗯 好吧 你们没有发行 我们我们的银行 我自己开银行嘛 嗯 对不对 我们我们两个最大目的不就想要开银行 你可以自己印钞票吗 最好 好 这个理由很好 可是色泽荣衣他就到了韩国真的是自己印钞票 嗯 他的他印的钞票其实不是呃就是韩国官方就是委任 嗯 而是他就讲说好 因为你们都没有钞票嗯 那我自己发行这种所谓的无记名的就是应该是说就是有价证券 嗯 那无记名有价证券其实换个角度他就是钞票嗯 所以他就发行了这些钞票之后然后在韩国流通 那因为你你只要跟我银行做生意是就必须用我的银行的这个无记名的钞票来去做生意哦 所以韩国的第一张纸钞的诞生是这么诞生出来哦 但是呢这个事情没多久 当然后来发生大概是四五年之后嗯 就是日本就病吞掉韩国日韩合并嗯嗯嗯 日韩合并之后我们刚才不是前面又提到另外一个人吗叫伊藤伯文 是是伊藤伯文就讲说哎嗯 色泽老兄啊嗯你这样不上道嗯 我大日本帝国嗯还没发钞票你先发啦嗯 他说撤撤撤撤撤撤撤 是所以后来呢其实他色泽荣衣的 这一张韩国的这个韩国发行的钞票呢嗯嗯 其只流通了五年哦 他只流通五年之后就被那个伊藤伯文用日元 当时的旧日元嗯嗯嗯 去把它整个取代掉哦 那但是呢这个即便是他后来被就是日本官方用日元去取代掉 他原本他自己印钞票的这件事情 但是名符其实他还是属于韩国的第一张钞票 是然后韩国第一张钞票 上面还是名符其实用的是日本人 日本人然后色泽荣衣现在又重新登上了日元 钞票的人头嗯其实呢这是我个人这是我底下说的完全是我个人 呃蛤跟央广没有关系 好不好 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安倍政府的小神只 阿为为什么是要给韩国什么样子的 hint吗 还是说给一个什么样的警告吗 好 这个要回到慰安妇问题 这有关 如果我们现在上网去查的话 韩国人他现在四处在日本的大使馆前面 不管是在韩国的大使馆 或在美国的日本大使馆前面 他都会摆一个慰安妇的塑像 塑像 对 那日本政府其实跟韩国政府 尤其是他们在韩国这个地方 首尔这个地方的那个塑像 他跟韩国政府讲 我们可以 就是万安妇问题 我们可以好好谈 但是你不要在我门口摆一个这个东西 因为人来人往 对于一个不管任何国家 我觉得这是任何国家都一样 他觉得 我如果不了解 我去问说那这是什么 哦原来是当年日本人 欺负韩国人的时候的这个东西 那因为这样 那日本他们讲说 我们可以用正式的外交手法 而且他们也在 常年都要做这个部分的交涉 你不要允许摆一个这东西 在这边 就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那韩国政府就跟日本讲 就说 哦没办法 那是民间的制发性的活动 我没办法管 对因为这个是人民的集会自由 人民 而且它是在我们韩国政府上的一个公用土地上版 我没办法管 对因为他没有违法 那你觉得换成你是日本政府 也真的鼻子默默地讲 是 就只会憋在心里 哦 所以逮到机会给他个软钉子碰的意思 对 那为什么给他软钉子碰 问题就出来了 你看哦 韩国人他们其实最 其实心里面最各样的 就是说 当时我们韩国第一张纸钞上面居然是一个日本人 这个日本人叫做色泽荣衣 对吧 对 好 那今天日本他们讲 没关系啊 是那个 那个民间自主自发的 对吧 对 你日本政府管不着 对吧 可以 我在我一万块日币上 我换色泽荣衣的人头上去 嗯 你管不着了吧 是 这是我家那一阵 是 对那我 你今天韩国人要不要来我日本玩啊 嗯 你来我日本玩 你用韩语员看看 嗯 你没办法吧 你还是要换日币嘛 对 那你换日币 我就每天给你看 我给你看 给你看 哦 好坏哦 真的是 不过这是我纯粹观察 我自己的观察 刚刚福泽桥讲这段历史的时候 推论的时候 他已经说以上 纯属福泽桥观点 好不好 对 跟央广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要告告他啦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今天跟福泽桥就先聊到这边 介绍一下这个日本啊 重新设计钞票 但这后面的故事 居然可以有这么这么多 谢谢你福泽桥 谢谢 谢谢 谢谢志平 谢谢大家